因为连日的暴雨导致了德国西南部靠近法国的城镇 已经出现了淹水的灾情 淹水超过半个车身高 而低洼地区的车辆几乎泡在水中 也是当地30年来最严重的异常水灾 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大尔邦 是当地的重灾区 所有的民宿跟车辆几乎都快要全泡在水中了 当地进入了紧急状态 而总理萧姿前往勘灾 强调政府一定会尽力来协助 不过坏消息是5月21号之后 可能还会出现新一波的降雨 当局已经撤离了部分居民以策安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